如果有邪靈按手的時候可以傳遞邪靈 第一就是實際經驗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可以有聖經的支持 邪靈的來源是神 神創造的天使墮落了 天使和聖靈是類似的 他不是神 天使不是神 但他是靈體 他一樣有能力 他有些質素是類似的 身體接觸可以傳遞 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邪靈也是影響人的身體 所以你不要只見到他 就一定是聖靈 不過他如果是親近神 他是聽神話的 其他時候他會搖 這個就是聖靈工作 譬如那些人接觸靈界 他用他的方式 他都會有些反應 又哭又笑 那些都可以有的 但他沒有神所自的平安和能力 和聖過邪靈的能力 和他更生人靈命的能力 他是沒有的 但他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所以當人去接觸 即是那些人按手祈禱的時候 你不熟悉那個人 有些人你可能 你不個人認識 不過你知道他所做的 都是很好的 那我又覺得你不用怕 真是有邪靈 你可以自己趕出來 如果你處理生命的話 那你真是處理生命 你聽了我的教導 你和神建立關係 又處理生命 那他如果有邪靈 你可以感受到的 某程度 或者不是每一次 有些人會更加敏感 那我自己試過有這個經歷 有兩次這樣的經歷 一次就是 我曾經去青山精神病院 探一個人 他說叫我去那裡趕邪靈 那我就去了 那進去那個玻璃門是開了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就好像碰到一個隱形的玻璃 但是就是這樣直過的 為什麼忽然間有層東西在那裡呢 那又進去了 那這個就是我當時的經歷 還有那個人要趕邪靈 他的朋友都要 不是他不是要趕邪靈 要祈禱 那他和他祈禱的時候 發覺兩個都有邪靈 就是他原來在 因為精神病和邪靈 是媽公仔 很多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不開心被邪靈入侵 就不是一定精神病是邪靈 但是他可以讓他入侵 所以有些人我們不認識他 我們可以不接受他的按手 但如果你看他的生命 所有各方面都是好的 有些人就很明顯 經常都是追求多些錢 多些奉獻 他說的話都是好像 經常注目在錢 就是他鼓勵人奉獻 都是一樣的 你欠多少錢 你欠一千元 你就奉獻多少錢 神就會給你幾倍 你有的錢有多少 你就奉獻出來 神會給你 就是他用這樣的說話 用這個方式 就是聖經是沒有 沒有說到用這樣的心態去奉獻的 如果你放到他說的訊息 你覺得有疑問的 你就不要接受他的按手禱告 如果你覺得他沒有問題 大致上沒有問題 就算他有邪靈 也不能死 為什麼呢 你親近神 你又主你生命 你就趕出來 你不行就回來 我們跟你趕 你始終一定趕到 你聽話一定趕到 所以也不用太害怕 但是呢 因為有些人 真的我認識 有些牧師 是跟我說到明 他說我不會被平信徒按手的 因為他如果惹了邪靈 更大件事更麻煩 我又覺得不是很麻煩 為什麼呢 就是讓他學一下 知道要處理生命 還有他可以趕得到 趕得到 這樣就珍惜了 就是 平日他將來 可以有能力趕邪靈 我覺得是 給他學一個教訓 和懂得處理生命 又不用怕邪靈 怕到那麼緊要 而耶穌吩咐 就是信的人 必有神跡 除了他們 可以奉耶穌命趕鬼 所以我就相信 每一個基督徒 都應該趕鬼 每一個基督徒 都應該放膽去做 有些人有強的恩智 強恩智怎麼樣呢 就是很快趕到邪靈 但是他說信的人都可以趕邪靈 你是不是都趕到 而通常難趕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那些人不聽話 就是有罪 又跟耶穌關係不好 這樣的時候 他就難趕到邪靈 但我們就不用怕的 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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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頭的那邊都是一樣的 邪靈就邪靈入 不過呢 他們通常說 按頭就入得厲害一點 就是快一點 又快一點 就是這樣解的 就是沒有 不是有些什麼 按肩頭邪靈就不入 頭就入 不是這樣的 其實呢 不用一定要按的 祈禱就可以了 你看他周圍 都可以惹到邪靈的 因為在那些地方呢 譬如你去那些廟 如果你沒有神的同在 就是正如 在我們周圍祈禱 你都感覺到 就感覺到神的能力的 那你去到那裡 他們拜得勁的那些 一樣有神的能力 不是 對不起 邪靈的能力 一樣有邪靈的能力 所以呢 在 也都有一些人呢 你去過一些屋 說整個屋都是偶像那些 你就真的 無謂去了 對啦 因為呢 因為呢 他 在香港呢 就不一定是 能夠避免到 完全沒有偶像 因為你去 吃飯喝茶 多數地方都是有 神主位在那裡 不過他只有一個 但有些人呢 家裡真的有 很多座在那裡 那些就很危險了 邪靈入侵有幾個途徑 通常第一 最多是拜啦 或者是負面的思想情緒 經常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是 饒恕人 或者是 接觸那些 有邪靈的人 就是 那些是有邪靈的人 他跟你身體接觸 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有時候有些人呢 因為他 有個不信的丈夫 不信的丈夫呢 就 生活不檢點 出去呢 犯罪呀 召妓呀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他回來家 他就可以 尖染邪靈回來的 所以呢 他會 是呀 會的 你親近的人 他真的走出去 尖花野草呢 因為那些人是 很容易 什麼都會有的 即是他接觸什麼人都有的 那些人 即是身上一定 即是很多都會有邪靈 那他就回來就惹回來了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要小心 我想問呢 為什麼呢 我先說呢 是說 他是 精神病和邪靈 是蛙公仔的意思呢 意思是 他一樣來 可以別人來 有邪靈的人 很容易會有精神問題 有精神問題的人 很容易有邪靈 因為他的生命不開放 所以呢 就會有邪靈入侵 那麼呢 就 怎樣區分呢 主要呢 就是在祈禱的時候 帶他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而發覺呢 他是 就是 有 即是 你奉耶穌明祈禱的時候 他有反應 有不舒服的 有忍住的 那些呢 就有可能就是有邪靈的 就有可能就是有邪靈的 那些呢 我曾經有聽過呢 他說 假如碰你那些情況呢 就去問 那些被捆綁的 被捆綁的 你誠不承認耶穌是 道成徒生禮的 這句話 這樣 沒有驚訝嗎 這句話是可以用來測試的 測試 不過呢 我就覺得呢 邪靈呢 不只是一個誤性的測試 就是你 有邪靈的人 你如果不在聖靈充滿狀態 帶他進入祈禱呢 他的邪靈未必彰顯的 你是要帶他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尤其呢 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 他那個邪靈是比較 勁的那些 你就什麼方法 他都會彰顯 但是那些不是很勁的 他會藏起來 他會沒有反應的 那時候呢 你問他是不是 就是 相信 耶穌成了肉身 那樣 那他可能 那個人的反應 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方法之一 不過未必是最準的方法 那我反而 和他其他時候 他有邪靈的彰顯的時候 我就會 分到這件事情 就是邪靈 OK 我們和別人分別 有沒有邪靈 是他覺得 有沒有忍住 有沒有不舒服 有沒有想吐 有沒有一些力量對抗 有沒有裡面有聲音 跟他講話 是感覺到 他是事情好像 一把聲一樣 是這些 但是如果 有便滅諸靈恩賜的人 那就 容易很多 因為他感覺到 他裡面有邪靈 是不是跟他趕鬼的時候 在趕邪靈的時候 想吐可以兩種情況 一種是邪靈 一種可以是情緒的反應 如果很強烈吐 就多數是邪靈 輕微那些 有時候不是一定的 有時候有些人 他好像想吐 就吐了一口口水出來 那些不是一定的 有時候他可能忍住 忍住可以是他情緒 就是有些可能是情緒的 但是我想問 如果有些章片呢 是不是 有些人見到鬼 是因為有些人 就是有陰陽眼 就是有些人 真的有的 是真的有的 很多 在Good TV看 很多見證 很多見證 就是他見到邪靈 從小到大 看到邪靈 那又見到 就是那些叔叔伯伯 站在那裡 小小就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 靈界那個門 是開的 有些人 是特別開的 那這個人呢 如果他信耶穌 聽耶穌說 處理生命 他就很大可能 有辨別諸靈的因子 因為他會分辨到邪靈 所以不好就變為好 而發覺呢 因為我看那些 非洲牧師那些見證 他以前 越是有邪靈搞妖那些 他肯聽話親近神 有些人呢 他被聖靈充滿 也都很厲害 因為原因呢 他的門很開 聖靈可以很容易入 不過如果他犯罪 邪靈又很容易入 我是見過有人呢 他又很容易聖靈入 他一陣間又犯罪 又憂傷 煩惱 那他又邪靈又入 所以他是要小心的 張佳音呢 大家聽過沒有 張佳音呢 聽過 他很厲害 他打坐 他以前打坐 印度教打坐 這樣呢 他就 即是那時未信耶穌 不過他的朋友就叫他 你試下用耶穌的名 那他就打坐那些邪靈 然後他就試下叫耶穌 但他未信耶穌 那些邪靈就走 他說我不是信的 我只是試下 那些邪靈就走 那所以呢 你可以叫他 那你試下 你試下其他東西 你說耶穌 耶穌你來幫我 耶穌來趕走那些邪靈 那如果有反應 那你知道耶穌勁 那你就信耶穌了 知道那些是邪靈了 這樣 嗯 我想問陰陽 那有人問 就講到有個情況 就是有天主教神父趕邪靈 怎知道趕不到 那我想講 第一呢 是那個人的生命 和神關係 就是這個天主教神父的信仰 天主教現在的信仰呢 是相信伊斯蘭教佛教 什麼什麼都是通去神那裡的 耶穌是道路之一 如果他是信這些的呢 那他就不會有神的能力的 那第二呢 就算有人有神的能力 都在乎這個人是不是聽話 因為他如果不處理生命 他裏面有仇恨呢 嗯 你趕走那些邪靈都不會走 嗯 那這個 所以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那個被祈禱的人 另一個情況就是那個為他祈禱的人 他的 即是有沒有邪靈搞要他 聖經說呢 信的人 那什麼信的人 到底是信耶穌 還是有信心呢 耶穌上文說了 他說呢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呼音及馬民聽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有個上文呢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應該說任何信的東西 耶穌的人 不過我們的確發覺 他可以有 他有權力趕邪靈 不代表他一定有能力趕邪靈 真的趕邪靈是真的有程度的 是很明顯的 就是有些人趕邪靈很快的 那些邪靈彰顯是很快的 那有些是會慢的 那所以呢 是那個人肯定他的關係 和神關係 和亦都是被祈禱的那個人 是有沒有開放給神的 他和神的關係是怎麼樣 OK 好 那時候我曾經聽過一位 那趕邪靈呢 那時候我在安卡羅的聚會呢 我就見到的 因為我在第二年呢 我就做服侍隊 因為他說牧師可以參加做服侍隊 第一年我就經歷了 1998 99年我就服侍隊 那服侍隊呢 就是兩個人 服侍一個 那我坐在裡面呢 我就見到不同的情景了 有人呢 是四個人 每人拿著一隻手或一隻腳 將他秤進來的 是他不斷地在那裡掙扎 不斷地叫的 我亦都見過有人呢 被趕邪靈那個人 那些動作是很奇怪的 就是很神怪的 好似 猴子精啊 或者什麼 古靈精怪 被趕那個 被趕那個 趕那個不會這樣 被趕那個 被趕那個 就是那些 古靈精怪的動作 那你說是不是很恐怖呢 在我來說呢 我是很平常心看的 就是 就是邪靈在裡面 張顯這樣 我又不覺得恐怖 我跟人說邪靈 我也不覺得恐怖 我覺得 我覺得是 我奉耶穌明看著他眼 他就要走 就是他根本是害怕的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恐怖 不過呢 有些人來說 他沒有認識這件事 他可以覺得恐怖 因為他覺得 好像很 很噁心 就是有些人是會 就是如果說見過那些噁心的事 我就見過多的 其中一個 我見到他 有個嘴子抹到 哇 真的變了人 扭曲 就是很難想像 嘴巴 又長又歪 就是有些這樣的 扭曲的情況 或者是 點到離了大譜 這些情況 那這些情況 只是被我們看到 邪靈那些 好東西 那些污衛 而我們有耶穌的權兵 是真的 我們也不用怕 其實真是很 應該 我們更加應該開心 就是說 我們有這樣的權兵 是甚麼 而且呢 我就覺得 你有機會趕邪靈 你就有幾帶抓住機會 你不要找我先 因為為甚麼呢 因為我來了 你又不會做事的 那你先做了 那你就 你有的經驗 你將來就不怕的了 那 也都可以隨時準備好 就是生命 隨時準備好 如果你發覺 你生命是有時內中 又被邪靈攻擊 有時有些人會睡覺 有鬼擇的 基督徒都有的 那是因為他不夠強 那你多祈禱 處理生命 就是你知道原來煩惱 憤怒人 情緒問題 負面思想 這些這麼大破壞 那我們就無謂因為人 人的衰 所以自己拿屎上身 自己便宜 它不怕 那它不怕 也會想要等你 除石 在這這一次 這樣 生命是 梅 天 你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